萨姆尔记下十一章 预备七 过了一年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拆派约亚率领成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亚门人 围攻拉巴 大卫人主在耶路撒勒 一日太阳平息 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坪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盛美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 她是以怜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 八世八 大卫差人去 将妇人接来 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 她来了 大卫与她同房 她就回家去了 于是她怀了孕 打发人就告诉大卫说 我怀了孕 大卫差人到约亚那里说 你打发贺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 乌利亚来了 大卫问约亚好 也问兵好 又问战争的事怎样 大卫对乌利亚说 你回家去洗洗脚吧 乌利亚出了王宫 随后王送她一份食物 乌利亚却和她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 没有回家去 有人告诉大卫说 乌利亚 没有回家去 大卫就问乌利亚说 你从远路上来 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乌利亚对大卫说 约贵和以色列与尤大兵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 我即刻回家吃喝与妻子同情呢 在王面前启示 我绝不行这事 大卫吩咐乌利亚说 你今日仍住在这里 明日我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叫了乌利亚来 叫她在自己面前吃喝 使她喝醉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与她主的仆人一同住宿 还没有回到家里去 次日早晨 大卫写信与约亚 将乌利亚随手带去 信内写着说 要派乌利亚前进 到正式极显之处 你们便退后 使她被杀 约亚围城的时候 直到敌人那里有勇士 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亚打仗 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于是约亚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 又嘱咐使者说 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 王若发怒问你说 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进城墙呢 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 从前打死耶路比赦是谁 亚比米勒的是谁呢 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屎来 打在他身上 他就死在提贝斯吗 你们为什么挨进城墙呢 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使者起身来见大卫 照着约亚所吩咐他的话 奏告大卫 使者对大卫说 敌人强顾我们出道交野与我们打仗 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 射死几个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王向使者说 你告诉约亚说 不要因这事愁闷 刀剑或吞灭这人 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 你只管竭力功成 将成亲父 可以用这话勉力约压 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 就为他哀哭 哀哭的日子过了 灾人将他接到宫里 他就做了大卫的妻 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胜不喜悦 今天跟大家一同来 查考撒末尔记下十一章的事情 在撒末尔记下 整章都在谈到 大卫犯罪的一个过程 这件事情其实是 大卫人生中唯一的污点 可以这么说 因为在《猎王记》上十五章 那边有记载到 除了干犯这件乌利亚妻子的这件罪行以外 其他事情大卫在神的眼前都看为美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同来查考说 大卫犯罪的过程到底有什么 值得我们反思或者是学习的地方 或者是反省的地方 第一点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到一到二节 那在一到二节这边呢 大卫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拆派人出去打仗 那他自己是住在了耶路撒冷 然后二节说到大卫有一天他睡到了太阳平溪 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那看到这边以及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刚刚有看到 在接下来的时候 大卫因为眼目的情欲 所以他犯了罪 那常常很多人就会把他前面这一段的故事 就是这两句话的故事 就是解读成为 大卫是因为过了一年 然后以及懒惰跟懈怠的缘故 所以他后面才犯了这些罪 那小弟认为 这当然是一个说法 那但小弟还有另外一个 看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 大卫他犯罪的原因 可能不只是因为他慵懒 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我们人生遇到顺境的时候 遇到平静的时候 试探跟试炼更容易临到我们的身上 为什么小弟会这样子分享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有人会觉得说 大卫他不亲自出征 他睡到了晚 傍晚才起来 太阳平息指的是傍晚 他睡到了很晚的时间才起床 然后他也不执行 在早上应该要执行政务 但他没有执行政务 然后他没有做到军王的职份 就是统领军队出去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只有这样写 但是其实圣经没有写的是 他是一路睡到早晨吗 一路睡到傍晚吗 就是从晚上他们该休息的时间 一路睡了12个小时或20个小时 睡到傍晚吗 还是他是处理了什么事情 才睡到了傍晚 以及他不亲自出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在大卫曾经的战争中 在他打胜的战争中 他常做的事情就是求问神 所以很多时候圣经没有记载 但我们可以看出是神的作为 那既然这边神没有 他没有写说 大卫是否有求问神说需要出去打仗 或是否有求问神说 我是不是要待在耶路撒冷 我们都没有看到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不需要揣测说 大卫到底有没有犯了懒惰跟懈怠 然后导致他后面 就是受到了眼目情欲的诱惑 而导致他的堕落这样子 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到 真言26章的14节 请大家翻开 真言26章的14节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这边是真言提到说懒惰人的情况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实可以结合到 睡到太阳平息这件事情 如果大卫他是懒惰人 那他应该睡到太阳平息之后 他可能也不会起身走动 他就一直在床上这样子翻来覆去 然后想着等一下应该要吃什么 要喝什么 然后就又浑浑噩噩过了一天 但是我们同样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起来在屋顶上 就是走来走去这样子 不过还有另外一节经节 我们可以来看真言的12章24节 真言12章24节 12章24节说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 懒惰的人必服苦 那小弟会提到这节经节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第11章这边 他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地位了 我们可以发现大卫在这边 他已经南征北逃了许多遍 他已经使思维的诚意都轻抚于他 甚至是惧怕他 在前一章还提到 亚门人跟亚兰人联合起来 想要一起攻打他 那他们也是没有得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大卫他其实不像他 一开始当王的时候 还需要去到处的征战 他大部分的权力已经收拢在他的手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从圣经上来讲 他既然已经掌权了 或许可以推测 其实他已经算是很勤劳的 在他前面的政务的方面 我们再一起来看到 传道书九章九节 传道书九章九节 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似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七块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 小弟举这节 警戒的原因是因为大卫他那时候既然已经掌权了 他已经劳碌过了 所以他得他快乐的份是应当的 那他说他睡到了晚上 这个就是当权的人可不可以睡到晚上 或者是说劳碌的人可不可以睡到晚上 那其实是小弟看到前面这一二节的时候 有一个的想法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足够的劳碌 然后才可以快活度日 可以在世上有一点点休息的时间 那小弟看完这一节 这前面一二节之后 小弟就引申到刚刚一开始说的 正是因为大卫这时候他已经掌权 他已经在前面勤劳度日 他已经得到了他的福分 所以他可以在一些时间里面 他可以睡到太阳平息 睡到了傍晚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紧急的国家的内政要处理 也没有什么需要他亲自去出征的战斗 他可以在家里休息 那对大卫来讲 相信这算得上是他这一生中最平稳的日子 毕竟他在年少的时期 他要为父亲去外面牧养 然后他在少年时期 他既要对外要征战 然后对内还要提防扫罗 扫罗去捉拿他这样子 所以当他到了这个三十岁左右 他已经掌权之后 他开始快活度日 到了他自己大卫他平静的日子的时候 试探也跟着来临了 他以前的苦难都是来自于外面的人 但现在这个苦难来自于他平静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给我们的警示是 越是平静安稳的日子 我们除了要不住地感谢神 我们同样也要不住地 在安稳的日子里面 继续地去求问神 继续地去谨慎跟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越是平静的日子 试炼跟试探可能降临得越快 而且发生的速度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 好 然后到了第二节跟第五节 我们请看回来 撒末尔记下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边 这边提到了 大卫看见了巴士巴在沐浴 然后特别提了一句 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圣美 小弟看到这个容貌圣美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的确就是圣经上所说眼目的情欲 我们请一起来翻开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十六节 因为凡事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相信这节经节大家常常的听到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以上这些事情 这些有关情欲的事情 它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 是从世界那里来的 代表的意思是说 大卫他从他以前 凭着神 他有很多的信心跟勇气跟能力 去得胜这个世界 但当他平静安稳了下来之后 他反而在世界上看到了一些 他所喜悦的事情 然后慢慢地就忘记了神 甚至不能说慢慢地 应该说他很迅速地就忘了神 不过我们可以在下一章看到 就是大卫他很快就 被拿单先知一说之后 他就悔改了 这样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小弟在读的时候 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会说 罪他会慢慢地发酵 然后慢慢地引导人堕落 结果大卫这边相反 他是快快地发酵 瞬间就堕落 然后他就要悔改了 这样子 就只有一章 然后就把他堕落的事情 全部讲完了 我们可以来看到 大卫在 他素来是常常思想神的 但是当他遭到这个试探的时候 他却立刻很迅速地 他就忘了神 我们可以来看到 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位人物 他同样跟大卫一样 遭受到了试探 他就是约瑟 约瑟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知道 他被卖到了埃及 当成了奴仆 那时候他主人的祖母去引诱了他 他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然后就逃离了那个地方 那这边就可以反观到大卫说 大卫他在这个屋顶上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漂亮妇人的那个瞬间 他不能逃离吗 对不对 而且大卫他是不止不逃离 他还看得非常的仔细 就是小弟读到这边的时候 小弟有一个 就是突然想到一个 就是在网路上看到的事情 就是说一位男生 他第一眼看女生 他会看什么样的部位 那小弟查到的资料是写说 有腿 然后这个胸部 然后屁股 还有腰 就是这些外在身材的部位 然后哪一个比较先看 就是那个数据上 就是都有说法 就是说到底哪一个会先看 不重要这样子 但这是衣服穿好的女生啊 就是衣服穿好 然后男生第一眼看到女生 就说我看的是她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这样子 那我相信 如果是弟兄第一眼看到了裸女的话 第一眼看的应该不会是脸部这个部位 就是在路上看到裸女 应该说上下赶快扫试一下 然后心中的反应才是 如果有圣灵在心的话 可能是这件事情会得罪神 我要逃离 我要转身离去 那如果是想要继续看下去的弟兄 可能就看得很仔细 但是看到了最后才看到脸 才会说她的容貌甚美 所以我想说 大卫他其实是可以逃的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家中 他在自己屋顶的家里的平台上 结果他看到了一个容貌甚美的妇人 然后他就看得更仔细 就是我一定要看清楚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的 在家里洗澡可以是这么的漂亮 然后就看到他的俊美的容貌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拿大卫跟约瑟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请来看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 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们开始从这节经节看到 忍耐这件事情是必须的 那约瑟好的地方就是 他忍过了他祖母那一段 甚至他后面的牢狱之灾 他也忍过了 所以最后他就成为了宰相 甚至是圣经里面少数 你找不到他有什么过错来的人 那大卫他就很可惜 他差了一步 圣经上说除了这件事以外 他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所以大卫就是这个眼目的情云 他没有忍过 那这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说 遇到情运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放到后面去讲 我们先来说 难道神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就不会施拯救来拯救我们吗 为什么神不在事前就派人去警告大卫 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 他为什么是事后才派 哪单先知去警告大卫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神他有偷偷地暗示大卫说 这件事情是他所不喜悦的 是不可以犯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到 撒摩尔记下十一章这边 三节说什么 三节说 这个妇人 这个巴士巴 她是以怜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德妻 巴士巴 这两个人是谁呢 我们请一起来看到 撒摩尔记下二十三章 撒摩尔记下二十三章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的后半段 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怜 然后请继续看到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赫人乌利亚 那这一段经节在讲什么呢 这边是在讲大卫 他挥下的所有的勇士 特别这里有指三十个勇士 赫人乌利亚跟乙连 他们就恰好在其中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大卫必定是认识这两个人的 他们可是大卫征战的勇士 所以大卫不可能不认识他们 所以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 神已经偷偷地提醒说 八世八她不是普通的女子 她也已经结婚了 她是你挥下勇士乌利亚的妻 你不能跟她犯奸淫 这样你既得罪了我 也使你的国中不稳 因为你侵犯了你下属的妻子 但是大卫却没有想到这个提示 他就说我听到了 这个是我认识人的妻子 但她长得很漂亮 所以我还是找人把她接来吧 大卫已经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了 三节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这个妇人是谁 但第四节他却仍然要差人去接 这个八世八过来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 大卫他不只是忘了神 他更是因为他身为君王的权利 他掌权了 然后他得到平静安稳了之后 他反而忘了神 这个权利是神赐予给他的 我们可以看看大卫掌权的提示在哪里 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到 十一章中只要有说到 拆派或拆遣或吩咐 这样的字眼的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慢慢 就是稍微找一下 那小弟这边找到的是 在一节里面就有写拆派 然后三节这边是拆派人去打听 四节这边是拆派人去 这个接拔四八 六节的时候是拆派人要去找乌利亚 十二节的时候是 吩咐乌利亚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在 撒末尔记下五章 十九节跟二十三节那一边 在撒末尔记下五章那边是 打同一场战役 攻击非力士人的时候 他在同一场战役里面 他多次地去求问神说 我可以去攻打他们吗 然后打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后 第二次要上去继续攻打的时候 他又再次求问说 我可以去攻打他们吗 这个我就是大卫 所以大卫他可以在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还在征战的时候 他都会很小心谨慎地 去一直求问神说 这件事情可以吗 那件事情可以吗 哪怕那是同一场战役 就人的思考里面 如果是打同一场战役 我应该只要第一次求问就可以了 但大卫他却是很多次很多次地在求问 然后换到了现在 在他平静安稳的日子里面 他要做很多的行为 他都没有求问过神了 你看他这边他要去问这个女生是什么名字 他没有求问神说 这个是符合您心意 要来赐予我的另外一半吗 然后说 已经知道他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然后他还派人去找乌利亚 但找回来不是为了要反省 去跟乌利亚说我做错了 去跟全部人宣告说我做错了 他反而是要告诉乌利亚说 你回去与你的妻子同情 让这件事情被掩盖过去 他反而去吩咐乌利亚说 你要 你要住在这里 你要做什么 你要尽量做什么 他做了很多君王权利可以做的事情 但他却这些权利 他已经忘记是神赐予给他的 所以他就很滥用他的职权这样子 忘记了神 所以接下来到了第五节之后 八四八怀了孕之后呢 六节到十七节讲的是 大卫他要隐瞒神的过程 那大卫他要隐瞒神的 隐瞒的过程里面呢 他六到十三节讲的是 他两次打发乌利亚要回家 他的大卫表面上是体恤这些将士 他实际上是盼望乌利亚可以回家 与他的妻子同情 与他的妻子快活 这样子呢 说不定他就可以因为运气很接近 而让大家以为那个是乌利亚的孩子 但是乌利亚因着他自己的信心 跟他的心智 所以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到了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呢 甚至呢 大卫他是联合约亚 就是他的元帅 他是联合约亚元帅 要一同来暗害乌利亚 那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先学习到 这个乌利亚 还有三个优点值都我们学习 第一个优点呢 是乌利亚 他是一个近神的人 我们请一起来看到 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 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 三十四节 十二章 三十四节说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乌利亚 他的心思在哪里呢 他在撒末尔记下说 约贵和以色列 和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 他先把约贵提出来说 约贵还在战场上 我的心思也在战场上 我的心思是放在 神还没有我打赢的 那场战争里面 所以他虽然被大卫召回来 但他心中的第一顺位 还是神 他不会因为 大卫是他们现在的君王 就说大卫叫我 说从战场上回来 然后就回家去睡觉 就好我就回去 但是虽然被召回 但他的心中 他人思想着说 战事未完 我不能回家去休息 这样子 那这边可以提到的一点是 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在当时 有一个条例是 在外征战的士兵 不能有刑防 这样污秽的事情 不然会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 这边可能乌利亚是想到这个条例 所以他也没有回家 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 他的心思都放在 要尊敬神 不要 在圣战之中 在他执行 换成我们现在就是 在做圣工的时候 还在想别的事情 说我等一下还有什么 就是完工了之后 我可以去哪里快乐 这件事情要等到 事工结束之后 再去思想这样子 第二点我们可以跟 乌利亚学习的事情是 爱人的心 学习将弟兄姐妹的事情 看为自己的事情 我们请一起看 诗诗记的五章 十五到十七节 诗诗记 五章 十五到十七节 这边说 以撒加的首领与 以波拉同来 以撒加怎样 巴拉也怎样 众人都跟随巴拉 冲下平原 在旅边的溪水旁 有心中定大志的 你为何坐在羊圈内 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 在旅边的心旁 有心中射大谋的 激烈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但人为何等在船上 亚瑟人在海口静坐 在港口安居 以上 这边其实讲到的事情是 当时征战还未完成 以色列还没有征战过 迦南的全地 但是已经获得领土的这些 以色列人 他们就自己分开了 不愿意帮他们 未完成的领土 继续去征战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学习到 就是因为 乌利亚将弟兄姐妹 将他同袍的事情 看为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 当他的同袍还在争斗的时候 他不应该回家休息 他应该向大卫竖完了命之后就回去 那大卫既然令他等待 他就将就在城门外 在门口休息一下 只要大卫不需要他 他就要立刻赶回战场 第二点我们可以跟乌利亚学习的事情 是有爱人的心 将弟兄姐妹的事情 当作自己的事情 第三点可以向乌利亚学习的是 他的勇敢 在撒末人记下 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提到了 大卫要害乌利亚 所以他跟约亚吩咐说 你要把乌利亚派到正式极险之处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乌利亚难道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极险之处吗 他作为一个勇士 他应该有很多的战争的经验 哪怕他不知道他也可以逃离那个地方 但他作为勇士 他顺从了他自己的命运 他就为了神跟为了王去尽忠 所以他就死在了战场上 这就是第三点我们可以向乌利亚学习的是 他勇敢的心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乌利亚 在第十七节这边 城中的人出来和约亚打仗 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所以乌利亚作为一个勇士 他有爱神爱人的心智 他却被因为顺服神 顺服神指派的王给他的命令 然后他就出去征战而死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卫的帮凶 约亚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约亚他是谁呢 他在我们在历代之上的十一章这边可以知道 约亚他是大卫的元帅 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大卫很亲近的人 也很信任的人 但其实在大卫最后末了的话 他说三个人不能让他下阴间 而约亚却正是其中一位 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 约亚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大卫王既身着他当元帅 又使他不得白头下阴间 约亚他这个人 他在接到了大卫的命令 就是国王动用他的权力说 你要害死乌里亚的时候 他并没有拒绝 但其实他的权力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正是他的权力应该要让他去提醒大卫说 你为何要做这事得罪神呢 结果他却没有做这件事情 虽然说君王的权柄是出于神的 人人都应该顺服他 在罗马书这边有记载到 但是如果国王的吩咐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这时候应该要顺从神 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 彼得和众门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那边使徒告诉我们说 顺从神的命令是大于一切的 所以约压就算听到了他君主这样的话 他应该要去制止大卫 当然我们可以猜想说 难道约压他是 就是他对真神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吗 他对耶和华的命令是不清楚的吗 他会不会以为说耶和华的命令最大 所以当他指派了大卫来统领他们之后 大卫的一切言行都是对的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撒末尔记下十章 十一节到十二节 撒末尔记下十章 十一节 约压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你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我们如果单看约压他讲的这句话 我们应该很难想象得到 他是不认识神旨意的人吧 他可以在这样极大的战事里面 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而不是说愿耶和华助我们得胜 代表他其实很明白 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更动的 是要真神说的话是大于一切的 但是他在这边却顺服了大卫的旨意 而且这个旨意是很明显 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 如果我们继续 接下来几章 我们其实就会看到 也有很类似的事情发生 包括大卫在后面 他十二章就认罪了 然后到了大卫的儿子 他们侵犯他妈的时候 就是在十三章 《暗嫩跟他妈》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看到 那时候在民宗 这种强奸的事情 这种犯罪的事情 他们其实都很了解说 这是不应当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约压他愿意去协助大卫犯罪呢 因为约压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顺从神的一个人 他一方面为了权力的考量 他想要获得国王的信任 所以他会协助大卫去做这件恶事 另外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信件可以当做一个把柄 握在手里去威胁大卫 在未来可能有利可图 所以这就让我们反思说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 可能会像是约压一样 讲得很好听 说我们要顺从 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但你仔细去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他做的都是坏事 他并没有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们请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 十三节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必按照他们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提到说 他们的行为诡异 但是是不算为稀奇的 我们可以看到约压的行为 就如同这边的记载一样 他的行为是很诡异的 就是他说一套 他说我们要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但他做的是顺从自己的利益 凡事都从自己的好处出发 就是帮大卫做这件事情 可以增加他的威望 帮大卫做这件事情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升自己的权势 所以他就去做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 圣经上说 他们的结局会照着他们的行为 那他们的约压这样的行为的结局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约压他的结局是 在大卫年老的时候 约压他就转而去投靠了大卫的儿子 亚多尼亚 因为他认为亚多尼亚会上位 结果最后上位的是索罗门 所以他在亚多尼亚被杀了之后 约压他逃到了耶和华的帐幕 抓住了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了索罗门王 索罗门就差派比拿亚去将约压杀死 约压他认为我抓住了祭坛的脚 可能可以蒙连续而不蒙杀死 结果他还是按照了索罗门王 还是按照了大卫的遗愿 不容约压他白头下阴间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压的 一生都在追求的权势 结果他最后还是被杀而亡 他并没有因为权势而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压他做的事情 都是用自己的利益作为考量点 而不是依照神的吩咐作为考量点 他考量的是他元帅的地位可不可以稳固 所以他就协助了大卫杀人 甚至他后面还有两个元帅 也是受到约压的残害而亡的 然后他一辈子这样子追求权力 不惜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结果最后的结局是远离了神的祝福 然后因为了追求了权力而丧命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约压这样诡诈的行为呢 带来的结局就是他并没有求到他所想要的事情 然后反而是白白的就死去了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来查考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 处在大卫的境遇里面 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大卫的境遇是什么 大卫的境遇是他已经战无不胜了 他现在是国泰民安 然后举国上下内没有忧愁 忧患 忧可以忧伤的事情 然后国四境也很平静这样子 这些平静都是因为神的帮助 所以大卫可以很平安地达到 就是这样子的境遇 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境遇 所以他国内的人都开始心思浮动 有一些自己的心思 然后就没有人可以去提醒大卫说 就是可以提醒他人 可能都刚好不在大卫的身旁 让大卫犯了眼目情遇这件事情 而我们可以来看到 首先先讲一下情遇的本质是什么 情遇的本质我们可以来看到 传道书二章十到十一节 传道书二章十到十一节 十节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静止不享受的 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们可以看到情遇的本质 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讲的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这个 它的满足是存在一个边际效应的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当你很饿的时候 如果你吃到八分饱 你就觉得我足够快乐了 但当你已经八分饱 让你吃到十分饱 你就觉得一般 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感觉了 这就是情遇 世俗的情遇的边际效应 就是它其实很容易被满足 那你如果一旦被满足了 你就说 那我不用这个欲望了 我下一个欲望是什么 那就很容易一直演变到 后来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填补的欲望 从食欲开始一路进化到 可能像大卫这样子眼目的情遇 然后到约压将对于权力欲望的情遇 都一直生长了起来 然后这些私遇他们就会怀了胎 然后慢慢生出了败坏 这样子 我们如果处在大卫那样的境遇 我们该如何去逃避这样的事情呢 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第一点可以学到的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逃避 请大家翻开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这边讲到 面对情欲 我们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逃离 那这边的逃离 其实不是指物理上距离的逃离 就是离他很远 这边的逃离的意思 其实是指说 你要远离那个诱因 如果你今天真的发现了自己说 第一件事情 其实是要发现说 这件事情会引导我堕落 那我们要怎么样发现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只要常常来聚会 听别人的分享 听别人的见证 听圣经上的这些历史 我们就可以常常发现说 原来这些都是很大的诱因 只是我在从来都没有注意到 那发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 轻松 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单地去逃离这个诱因 比如说像大卫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他很早就看到了约瑟的教导 他可能有看过 但他可能不记得了 他如果很早就知道约瑟这件事情 他可能一看到那一瞬间 他说 有一个罗女在那边 我要逃离 他可能连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甚至到底身材怎么样都不知道 他就看到了 人没有穿衣服 他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第二个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说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这边说到我们要留心光明的事情 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留心神的话语 把神的话语警惕在心 我们也可以避免被情欲引诱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情欲的时候 可以做到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多方的观察 然后避免有这个诱因出现 就是让他连源头都没有 第二点是留心神的话语 有一些诱因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 或从来都没有体验到 但是神已经在圣经上写明了说 不可以去做 那我们就要警惕这些事情 然后在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 有那个叫做警惕 有那个叫什么 应激反应 有那个立刻的反应说 我不要这件事情神已经说过 是不行的 然后我知道 所以我不会去做 因为需放纵的情欲 和世上的事都会过去 圣经上记载 永远长存的 只有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只要警惕神的话语 魔鬼就会离开我们 离开我们的面前 大卫在神的面前是长存的 神是很喜爱他的 我们可以请翻开 最后我们翻开 在猎王记上十五章五节 刚刚提到过的 猎王记上十五章五节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 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那因为我们在看完了十一章之后呢 我们要学习谨慎的心 免得我们的信仰跟大卫一样 他一生在神面前都行得非常好 唯独一件事情 这样让他在信仰上功亏一篑 让他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家境 到了后面 之后我们可能会查考到 后面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 然后他就许多的祸患需要大卫去反省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边 那愿神愿纳我们今天的聚会 我们就一同来唱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